以斯兰党和巫统闹将关系降到冰点 一党主席丹斯里哈迪阿旺 今天针对巫统在来临的 Rofo州选议席谈判 只会让出四个议席 回呛巫统说一党自带优势 不需要巫统来施舍 哈迪也不客气地批评 巫统内部的官司派 执意和土著团结党断交 过桥抽板的行为毫无道德可言 哈迪阿旺中午在马兰出席活动后 针对柔佛州选向记者表示 一党还没有确定会攻打哪些选区 也没有就议席分配和其他政党谈判 对于巫统只会让出四个席位的说法 他表明一党拥有超过一百万名党员 遍布全国一百九十七个国会选区 根本就不需要别人施舍 哈迪也直言 一党并不赞成举行周选 尤其明显有人正在利用周选 来达到权斗目的 这名登价楼马江国会议员 也直接以过桥抽板的拨脚鸭 来形容巫统和国民联盟断交 哈迪强调 国盟和和谐联盟原本推崇的是多元精神 不只包括穆斯林群体 也应该涵盖其他族群 然而这个概念已经和目前的国政无关 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